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今次終於輪到介紹小弟的成名作 即是香港書士來講的成名作 就是《中文解讀》2008年初版 出了很多版 我自己都記不到 手上這本是舊的 已經出了第十一版 都算是唱小書 這本書是我以前做新聞評論 專欄寫作 做官員時經常接觸到很多政府用的字 特別是九七之後用的字 譬如說優化 問責 程序 那些字本身是有問題的 會帶有一些拖拉 語意不清 曖昧 之前的政府是不用的 但是九七之後忽然多了很多這些字 用來推捨責任 以及將社會的人的 原先我們很豐富的中文詞彙 將它做到貧乏的 譬如說優化 將改善 改良 美化 那些字就是淘汰了 或者是遮蓋了 用不到 另外譬如說 譬如說其他一些 有些是貶選人格的 譬如說增值 本來是指信用卡 或者購物卡 或者百達通卡那種增值 或者以前叫儲值 現在就是讀書盡修 都叫增值 增值自己 當自己是一個儲物卡 會變零數 負數 這是不合道理的 是將人貶斥成為器具 裏面還有一些關於共產中文 或者大陸的詞彙 入侵香港官場 以及入侵香港的公共語文 使用那種情況 列了很多例子 這本書我用了大概是 整二十年的時間來準備 即是八十年代的時候 我已經觀察到 在政府用公文的時候 有些問題 九七之後也都有 陸陸續續把很多的資料 收集在一起 成一系列的文章 之後在出版之前 再將那些在報章的專欄文章 把它改寫一次 潤色一次 所以裏面的不單止是語文評論 而裏面的文章具法 和語彙和修詞 也是小弟也覺得是好文章的參考 值得一讀再讀 各位朋友 這次介紹是余英時教授的一本成名作 《詩與中國文化》 這本書是一個文章結集 是將余教授在美國的研究 反省寫成一些學術文章 之後就結集成書 裏面有講到漢代觀理的問題 魏晉之間的明示 那個自覺 最後是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文章 就是中國近世 宗教倫理與雙人精神 前一段文章是講到 《時權與王權之爭》 這也是民國研究王朝中國 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時權》或者《尚權》 就是《時代夫》的權 或者《乘上權》 和《王權》之間如何制衡 皇帝不是說獨裁 很多時候甚至被《時代夫》 架空的權力動彈不得 最後一篇是將 德國的社會學家偉白 關於資本主義興起 和新教倫理的精神 就放在明清中國的環境來研究 就看看明清時期 考不到科舉的文人 怎樣用儒家的哲理 來經商來剋制自己 從而令明清時期的商業 是興旺幾乎開啓了中國近代的資本主義 所以整本書是有古老的論爭 民國以來的論爭 亦有余英時先生讀到的 比較史學的見解